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目警官和佐藤警官这对CP终于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回顾吧 已经一个多月没工作了 小五郎还专注于赌马 难得中奖了 这一马之犯规而被取消了资格 真是祸不担心 小兰听说有个名门千金胡桃小姐意外中了一亿元的彩券 她接受采访时透露要将这一亿元送给当年在意外救过她的男孩 虽然当时的意外令她伤到了眼睛而从此失明 但她还是对那个男孩心存感激 除了知道男孩的小名叫Gari之外 现在只能凭那场意外所留下的伤痕来辨认对方 小五郎被一亿讲经冲昏了头脑 竟然想用当年跌伤的伤痕企图假冒那个救过她的男孩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就在此时 胡桃小姐和管家上门来给小五郎开示了 她想委托小五郎帮她找出当年的伤痕男孩 因为同时有两个人来找她相认 一个是金毛 一个是小黑 金毛的伤痕是在背后 而小黑的伤痕则在胸前 事情是这样的 在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 胡桃小姐父母到一多海边度假 因而认识了年纪相仿的男孩 度假期间她们天天都腻在一起 她有黑的脸庞和偶尔露出洁白的牙齿非常迷人 没错 这就是初恋的味道 但天下无不散至宴席 就在不愿离开的最后一天 她对胡桃小姐说 那么就留在这里吧 我来保护你 当时她俩才小学二年级 就爱得那么痴缠了 在她的任性吵闹下 父母终于答应多留一天 胡桃小姐正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男孩时 一名打瞌睡的卡车司机就这样撞向了她 她在医院昏迷了三天才醒过来 后来听说那男孩为了救她而受了重伤 还硬撑地将她送进医院 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随后众人来到胡桃小姐的豪宅做客 两位伤疤候选人为了争吟而互怼对方 胡桃小姐安排两人先各自回房 等待小五郎进行判断 管家请小五郎一定要仔细地判断 因为有可能两个都是冒牌货 而且已经过了三十年 说不定那个男孩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时胡桃小姐很肯定地说 那男孩一直都在 所以才会请小五郎来鉴定 敏锐过人的柯南发现 窗外有几个人在监视着他们 他急忙拉着小郎到外面看个究竟 结果发现是木木警官一伙人在案中调查一宗悬案 1月15年追溯期限快到期了 所以他们才那么着急想破案 嫌犯身上有一道送本警示给他留下的伤疤 而他们又从新闻得知 嫌犯很有可能会利用那道伤疤来骗钱 所以才来到这里进行调查 由于还未确认嫌犯 以免打草惊蛇 他们暂时只能按兵不动 先观察看看吧 时间不早了 又到了洗澡的时刻 小兰邀请柯南和他一起洗澡 他俩好久都没有互相擦背了 柯南的脸顿时红得像颗西红柿 他口是心非 扭扭捏捏地说不用了 因为他没带换洗的衣服过来 不过呢 如果小兰姐姐要一起洗的话 那就 小兰觉得柯南不太想洗的样子 就不逼他了 柯南就这样错失了和小兰擦背了良好时机 令他懊悔不已 还是暂且忘掉洗澡的事 全情投入查案吧 胡桃小姐吩咐管家为小兰擦背 小兰趁机问问那两位伤疤平时喜欢哼什么歌 但却没有任何新发现 反而在管家湿透的衣服背后发现有一道伤痕 可能想听胡桃小姐说一些没有在媒体上提过的细节 她说南还喜欢吃寿司 吃炒面时喜欢放很多红浆 为人还很正吃 有次卖寿司的老板找多了钱给他 他立刻还给老板 说不属于他的钱 他不可以要 难怪南韩的小名叫Garry 原来他喜欢吃姜 柯南终于想到该如何判断Garry是谁了 刚好今晚的宵夜正式寿司 就跟胡桃小姐讲了一些悄悄话 对于柯南的推理能力 胡桃小姐感到惊叹不已 原以为她是个还没变身的矮个子高中生 没想到是这么小的孩子 就好像夏洛克福尔摩斯装成小孩子的样子呢 柯南骗得了其他人 却骗不了一个眼盲心不盲的胡桃小姐 胡桃小姐说 她看得见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哦 吃寿司时 柯南就利用沉睡的小五郎推理出 还未吃寿司就先吃掉姜的管家才是真正的Garry 而且她背后有疤痕 又不肯要那些奖金 肯定错不了 管家对当年的意外感到内疚 所以就一直默默的守护着她 其实胡桃小姐早就猜到管家就是她记忆中的男孩 她故意通过媒体公开寻人 引引出假冒Garry的人 就是要逼管家这个正牌Garry勇于站出来主动承认 再加上胡桃小姐不断给提示 那答案就更加呼之欲出 胡桃小姐早就在房间静候管家的答案 经过小兰和柯南的鼓励后 管家决定亲自去告白 小小初恋发展成黄昏之恋 未为迟也 鼓励别人容易 而自己呢 柯南感叹自己正处于想对小兰表白 却不能说出口的窘境 小兰问她在喃喃自语什么 柯南急忙解释说是假面超人 要是被揭穿身份就大事不妙了 两个假忙的伤痕男没戏了 就赶紧溜之大吉 殊不知啊 木木警官早已在门口等待着他们 并将其中一名有嫌疑的金毛带回警局调查 经过警方的盘问后 确认金毛在15年前就已在国外生活 随着案件与她无关 当她出国前去泡桑拿时 见过一个背后有伤痕的男人 当时伤痕男用毛巾盖着头 看不见她的长相 还笑着表示背后的伤痕是在5年前被警察砍下的勇气象征 问金毛要不要也划一刀试试 嫌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连续杀人犯 20年前的2条人命15年前又杀了一个共杀害了3条人命 遗憾的是三村警士在调查那件案件时殉职了 宋门警士想起当年三村警士临死前曾对她说 嫌犯吹口哨的那首曲子肯定有内情 那是一首20年前的流行歌曲 她一边吹口哨一边流泪 一定暗藏着什么意义 高牧警官和佐藤警官随后到那家桑拿店进行调查 毕竟时隔15年了 调查依然毫无进展 高牧警官暗示希望能邀请佐藤警官去泡温泉 佐藤警官说 如果高牧能在法律追诉期内破案 就答应和他一起去泡温泉 20年前的两村过了期限 而15年前的也只剩下3天 高牧警官真的能破案吗 这一幕被少女侦探团撞见了 警察在执勤的时候打情骂俏 轻轻我我的 这样好吗 言归正传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 被害者是50岁的医生方川先生 而在那两天后被杀的是42岁的副教授麦田先生 后来负责进行调查三村警示 谈问一辆车的嫌疑人时 那辆车突然加速撞向他 三村警示就这样殉职了 从本警示追查那辆车时 被嫌犯砍伤了左眼 但他却漂亮地夺回嫌犯手中的刀 反手回进了一刀 由于他伤及左眼 视力变得模糊 他的确在嫌犯的身上留下一道横向的伤痕 至于砍到什么部位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起是在15年前 死者是34岁的律师郭景先生 这三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都是先用电击棒将被害者击晕后 再用菜刀或日本刀划开身体的残忍手法 而且门锁都没遭到破坏的痕迹 所以警方朝着熟人的方向进行调查 连续杀人犯在死者身上分别留下ESW的刀疤 但却查不出一个所以然 让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就在此时 电视大屏幕正在播放犯罪心理学家屏洞先生的报道 他还在电视上公然挑衅那名连续杀人犯 有胆的话可以来找他 不美认得屏洞先生就住在他家的那栋公寓里 几个小瓜刚好也到不美家玩 小爱和不美去买些食物和饮料回来时 给个吹着口哨的奇怪男子擦身而过 他戴着帽子还留有胡子 根本看不到脸 此时的柯南战斗力爆灯 吩咐大家在他还未回来之前不要离开房门一步 柯南怀疑屏洞先生有生命危险 便赶到他的住处 并通知高牧警官 说那个连续杀人犯有可能来作案 屏洞的家没有人应骂 而且门也没锁 果然屏洞真的被杀死了 背部还有一个Zag的刀痕 经过初步鉴定 凶器是水果刀 脖子后面有被电击棒电击的痕迹 看来很有可能是那个连续杀人犯所谓 有一点很让人在意的是 伤痕竟然是字母Zag而不是N 如果接下来是N的话 东南西北就凑齐了 肯南发现电脑键盘上的Ctrl和C键上有血迹 而且占有血迹的右手不知为何抓住滑鼠线 肯南推测他之所以会用左手盖住键盘 就是怕凶手发现他留下来的死亡讯息 由于是连续杀人案 宋门警师便指示高木警官去拜访三名被害者的家属 调查看看他们跟第四个被害者屏洞有没有什么关系 高木警官像被充满血一样 事迹高涨的出发了 左腾看在眼里 觉得他下的那铁药药效会不会过猛了呢 原本还有三天就失效的杀人案件 因为犯人再次犯案 最速期会再延长25年 若他成功在这期限内抓到连续杀人犯的话 就可以跟左腾一起去泡温泉了 想到这里 高木警官的喉水都快流下来了 可难说难怪他的斗志异常旺盛 原来背后还有这么不单纯的动机呀 少年之探团什么时候上车的 原来高木警官满脑子想着泡温泉 哦不 是想着那件案子的事 所以心不在焉 傻傻地让他们上车 这下子 高木警官的心思都被少年之探团看穿哦 不过左腾警官可不能等25年啊 趁现在还是个年轻貌美的美女 高木警官可要加把劲哦 他们分别走访了20年前的两名被害者 医生和副教授的家属 到15年前的第三位受害者 律师的儿子永贵时 他的反应非常激烈 因为他父亲的案子快要到追诉期 最近很多媒体前来采访 他被烦得什么话也不愿意再说 因为当年他在房间听到连续杀人犯的声音 他的母亲也受了惊吓 从此一病不起 现在还在医院 虽然如此 可难还是从蛛丝马迹中 推理出四名被害人的共通点 第一他们每周六都会出门 第二他们都会说一些家人听不懂的麻将用语 比如爱哭鬼 被撞飞 一向听等 说明这四人都是在每周六晚上 约在某处打麻将的朋友 他们走访了附近的麻将馆 终于有一名老板记得这四名被害人 医生 副教授 律师 还有一个是学习犯罪心理学的大学生 虽然年纪不同 但他们似乎很合得来 打麻将时总是七嘴八舌的推理现实中发生的案子 推测凶手是谁 用什么犯罪手法等等 而且他们几乎每次都猜中 不过再次争吵之后 他们就没有一起到过这里了 当时好像是在说什么完全犯罪之类的话题 在那之后 就只有那个大学生来做作 老板怀疑另一名客人有嫌疑 因为他之前常常对他们四人的推理做出挑衅 还对孤独艺人的大学生冷嘲热讽 两人因此大打出手 那名客人还大吼说要杀掉他们四人 很久以前发生过一件警枪遗失的案子 有人趁寻请睡着的时候抢走他的警枪 可是两天后 警枪又被送回警局 人人都议论纷纷 怀疑是那名客人干的 那次打架之后 被丢出去的就是这副马将 因为马将摔坏了不能用 随便收了起来 刚部警官拿了一些有刮痕的马将 打算拿回去警局化验指纹 此外老板在上周还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 问老板20年前在那里打牌的 是不是有医生、律师、副教授 还有犯罪心理学大学生的问题 根据犯罪记录 那个恶名昭彰的客人就是鬼吧 15年前入狱后 前几天才刚刚出狱 有可能是他相隔15年出狱后 犯的第四宗杀人案件 现在务必要把他找出来问话 当目警官干净十足 送门警士有种不详的预感 在连续剧和电影里面也很常见 警察刚刚对妻子或是女友 做出重要承诺后 就因公殉职之类的遗憾故事 别说只会发生在电影里 其实三村警士也是这样的 警官下个月就要结婚 为了未婚妻 一心想再立下一件功劳 结果在执勤时被前半开车撞死了 送门警士脸上这道疤痕 还会因为被这连续善人案 挑起了不好的回忆而隐隐作痛 不管是负还是货 他有预感这起事件即将完结 佐藤警官听了送门警士的话后 心里觉得很不安 便故意说难怪这次查案这么快 原来都是柯南的功劳 那泡温泉的奖励就不算数咯 调查案件禁止掺杂私人感情 只要他错一步就有可能丧命 不是开玩笑的 调查结束吧 而且警方刚刚已经招到鬼保 佐藤警官负责开车送几个小瓜回去 只是刚部警官去接律师的儿子 永贵来指认凶手 因为他小时候亲耳听过凶手的声音 案件似乎来到了尾声 但柯南还是对Zag的伤口很在意 根据连续杀人的顺序 最后的字母应该是N才对 横着看的确也是N 但凶手为何要故意横斜呢 再来就是那沾有血迹的复制案件 他为何要抓住花鼠线呢 不没说抓住老鼠尾巴的不就是猫吗 柯南灵光一线终于想通了 宋门警士觉得鬼保不像是那个连续杀人犯 若这道疤痕是他当年留给警察的 他应该会害怕才对 但刚才和他擦身而过时 鬼保却毫无反应 柯南说真正的连续杀人犯并不是鬼保 因为屏洞留下的死亡讯息就说明了这一点 Ctrl加C就是Copy 抓住花鼠尾巴的猫 合在一起就是Copycat 也就是模仿连续杀人犯的模仿犯而已 屏洞之所以确定杀他的人不是连续杀人犯 是因为屏洞他自己才是20年前的那个连续杀人犯 由于连续杀人犯的背上 有宋门警士砍到的一字形伤痕 凶手故意掩饰旧伤痕 沿着旧伤划成字母在 那他就可以伪装成连续杀人犯作案 由于真正的连续杀人犯已经死了 而他自己将永远都不会纳入搜查的范围内 那个Copycat也会催那首曲子 所以凶手很可能就是其中一名被害者的家属 高木警官来到永贵的家后没人应门 门也没锁 他便进屋找人 就在此时 有人从背后袭击高木警官 唯一一个被害人家属知道麻将用语 字母刀商 还听过连续杀人犯的声音的人就只有永贵 永贵开始怀疑这件事 便到父亲可能去过的麻将馆调查 得知父亲和其他三人之间的关联性后 确定屏洞就是那个杀死父亲的连续杀人犯 永贵一不做二不休 拿了高木警官的枪支 还承认屏洞是他杀的 他终于亲手替父亲报了仇 当时稍微威胁屏洞一下 他就全都招供了 屏洞杀他父亲和其他两人的动机 就是关于在打麻将时谈到的完全犯罪的话题 像是能否再不被寻警发现 偷偷拿走他的警枪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产生了分歧 屏洞便以实际行动证明完全犯罪的确可行 本来以为能得到他们三人的赞赏 想不到却受到医生和副教授的指责 还说没办法再跟犯罪者打麻将 担心事迹败露会影响前途的屏洞 就将他俩给杀了 他父亲当时曾以开玩笑的口吻 叫他去实行完全犯罪 所以被屏洞威胁他父亲也是同罪 父亲便选择沉默 五年后 收表良心谴责的父亲 劝屏洞一起去自首时 父亲也被他用相同的手法灭口了 这时佐藤警官刚好来电 永贵叫钢木警官接电话 要他叫佐藤警官过来当人质 还保证只要顺利逃脱 绝对不会伤害他 钢木警官为了保护佐藤而顾兮激怒永贵 当着他的面把手机折断了 要人质是吧 我一个人就够了 佐藤警官联络不上钢木警官 便立即领络总部增害支援 警方赶到现场后包围了整间房子 永贵自知逃不走 打算跟他们火拼 钢木警官以为赶来支援的是佐藤警官 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 钢木警官冒死冲向永贵 跟他拼了 结果被永贵射中了一枪 到了医院 白鸟警官女汉地说 结局就像电视剧或电影的情节那样 佐藤警官非常自责 为何只是约好一起去泡温泉 钢木就非死不可呢 白鸟警官解释说 电影常见的结局 难道不是偶然放进胸前口袋的证物 正好挡住子弹而奇迹生还吗 钢木警官中枪之后 还紧紧地压住永贵 所以冲进去的同僚 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就逮捕了凶手 而钢木警官接受治疗后 就在病房里睡得很沉 原来那首吹哨曲子的原意是 永远保持这一刻 他们四人持续两年 每周六聚在一起推理时 都会哼这首歌 屏洞回忆起往事 才会吹起那首曲子 杀了人又来缅怀昔日的美好 真是一个矛盾的怪胎 佐藤警官打趣地说 看钢木这么努力 趴温泉的约定还是有效的 不过他现在伤成这样 不可能履行温泉的约定了 钢木警官感到非常无奈 为何命运总是那样安排呢 炸弹事件也是 狼头男那个时候也是 每次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被打断了 佐藤警官明白钢木的无奈 害羞地会心一笑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木木警官他们又来插上一脚了 这时少年侦战团突然出现 阻止他们进房 说钢木警官吃了止痛药 刚刚睡着而已 请他们晚一点再来 少年侦战团及时神救场 终于成全了钢木警官和佐藤警官的浪漫之吻 所谓大难不死 必有互福 钢木警官终于如常所愿 在不被打扰之下 终于跟心爱的女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作为他俩从相识到相爱的见证者 少年侦战团应激一功 好了 以上就是一年四集的新旧伤痕片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jumpa lagi 下一个影片再见 下一个影片再见 下一个影片再见